这是震惊全网的曼德拉伟人事件 伟人是一种神秘的未知生物 他们的长相酷似人类 且拥有极高的智慧 而触及的伟人往往脸不变形 是指没有五官 但高级别形态的伟人则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如果哪天你突然发现身边的朋友性格大变 那他很可能已经被伟人所取代 请立刻远离他 以下是美国神秘现象调查局 在1981年公布的一盘伟人袭击录相待 左边的人叫马克 右边的人叫浩克 在这天凌晨 浩克突然打电话跟马克说 自己的母亲在家发疯似的大喊大叫 他现在正送母亲去往医院 希望马克能到他家检查一下监控 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马克觉得朋友的请求很奇怪 并不想去 可在浩克的再三请求下 他还是答应了 很快视频中浩克的脸突然变得扭曲起怪异 到了浩克家后 马克检查了一整夜的监控录像 上半夜并没有什么异常 可在凌晨5点34分 他听到了监控传来女人的喊叫声 你谁啊 你别离我 从录像内容可以推测出 浩克应该是被伟人替代了 伟人浩克先袭击了自己的母亲 再打电话给马克将其骗到自己家中 马克看完录像后觉得后背发凉 他迅速开车回家 可到家后他才发现 一个长得很像浩克的不明生物 也跟到了自己家 马克害怕的躲进卧室 浩克则守在门口催促马克开门 马克害怕的报了警 警方收到消息后 让他千万不要开门 救援马上就到 可三天过去了 没有任何人来救马克 他不断拨打救援电话 可警方永远声称 救援正在路上 甚至还在暗示马克 如果手上有武器的话 可以试图尝试自我救援 走投无路下 马克决定出去面对浩克 可他刚一开门 门外就传来一阵诡异的大笑 随后枪声响起 安静片刻后 又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等警方到达马克家时 只发现了自杀身亡的马克 而伟人已经替代了马克的样子 而这仅仅是录像带的前半部分 紧接着录像显示出警告的标志 称下面的内容 只有警方内部可以观看 且必须严格保密 私自观看将被追责 以下内容为警方 针对伟人的知识培训和应急预案 当市民遇到伟人时 请一定要严格遵守下面的五个规则 T规则 立刻向当局报告你的遭遇 H规则 尽可能地拖延阻碍伟人的所有行动 A规则 尽可能地分辨出伟人的等级或类型 便规则 在确保自身安全下将其击杀 K规则 杀了你自己 在伟人事件频发后 高层要求下级警局 不得擅自帮助遭遇提升攻击的人 不管对方遇到什么险境 或者多么绝望 请统一口径 让他们关好门窗 救援正在路上 请他们耐心等待 当对面不再说话时 你就可以挂断电话了 很明显 当局对于伟人事件 并没有完善的应对方案 因为他们根本分辨不出 对方究竟是伟人还是原主 马克在遵守了T规则后 一直等不到救援 于是只能执行任规则 对伟人进行击杀 可最终结果显而易见 浩克则取代马克后 继续寻找下一位宿主 而伟人不大会袭击成年人 就连小孩都是其目标 想象一下 你身边的小孩 很可能是拥有超越成年人之力的伟人 你能应付吗 如果看到这你还不怕的话 可以找我看原版录像带 在下期 我将发布调查局留出的伟人种类 及伟人测试